自然小说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产生的小说 在《试着信誉》产生之前 我们中国对小说它是不太看重的 我前天的课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从刘亦青开始他创作了一种小说的文体 在我们面前可以展示出魏晋时期的一种世人的一种风貌的一个小说 那么《试着信誉》就是我们中国魏晋南部长时期的毕纪小说的代表作品 它是由南朝的刘宋的王室刘亦青召集门下的时刻 共同编撰的 刘亦青是刘宋时期皇帝 刘亦的侦儿 他门下有很多的门客 有些人认为是刘亦青个人的著作 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刘亦青门下的时刻 共同编撰的 我的意见 倾向他门下的时刻共同编撰 但是最后刘亦青呢 统一了文风 把它统一起来 所以这部书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啊 他这个文风啊 还是比较统一的 这部书原来是八卷 后来有一个人叫刘孝彪 他给他加了注 变成十卷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三卷本 三卷本 这本书是林称王刘亦青做 刘亦青传 说明刘亦青 到了梁朝的时候 有个人叫刘孝彪啊 给他做了注解 刘亦青传 做在我们浙江的精华 所以他这本书的注解 是在我们浙江的精华 完成的 对于我们浙江中部的文学 有两个人贡献 为济南部朝自己贡献特别大 一个叫刘孝彪 一个叫沈约 沈约住过东阳太守 东阳太守 东阳就是我们今天在家的精华 当然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地名叫东阳县 东阳县 原来叫东阳县 现在叫东阳县 现在叫东阳县还是东阳县 有个东阳 这个地名不要紧 原来精华就叫东阳县 县 就像我们杭州原来南宋县叫灵安 现在灵安这个地名被我们杭州边上的一个地方拿去了 叫灵安寺 是不是 这个没什么奇怪 古今地名的对照 我们大家也会 那么刘依钦这部一诗的新语呢 他的依照内容分为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方正 雅量 实践等等 一共三十六类 每类呢 所有如干字的故事 全书一共是一千两百多字 每一字文字长短不一 有的几行 有的呢 三言两语 但是我们都可以看着这些人的面貌风貌 因此可见了笔记小说 随手而记的一种特性 特性 这部书继续了东汉末年到东晋时期 豪门贵着 可贵着斯大夫的言谈一诗 一诗 为什么叫斯说新语呢 汉代的所流向 曾经写过一部书叫 是说 是说 汉代的宗室流向 他写过一部书叫 是是说 因此呢 他在后面加了两个字 叫是说新语 是说这部书已经没有了 那么是说新语呢 这部书呢 今天我们留下来了 这个名称什么时候有呢 我跟大家讲史记的时候讲过了 古人写书啊 往往名称它不太有 不太有 不太有 你想司马迁的史记 当时绝对不叫史记 假如司马迁从地底下有字的话 我们问他 他可能问你史记是谁写的 当时叫泰斯公书 他没有题目 今天我们写书写文章都写 把题目想好 古人没有题目 没有题目 就把书写下来 原来人们称他泰斯公书 那么后代人家把写历史书的一个专名给了他 史记 所以史记呢 就成为司马迁专用了 我们后代就不用这个名称了 那么是说新语这个名字也一样 大概到宋代以后 给称今天的是说新语 当时有人为了跟刘相区别的 叫他是说新书 送的以后呢 给为是说新语 这本书主要是记载 从汉墓到刘宋 到东京末起 名思贵族的 一文一试 因为有些人呢 活到了刘宋 所以我们也把它可以看成最后时间刘宋 因为东京记下去就刘宋了 主要是有关人物的评论 轻谈宣言 和继织应对的一些故事 那么在到了随书经济字的时候呢 人们把它列入小说 小说 那么历史乡成刘宇清这个人怎么样呢 性简素 爱好文艺 招具文学指示 静远必至 静远必至 静远书所及个别事实 虽然不尽确切 但反映了门法四座的思想 风貌 保存了社会 政治 思想 文学 语言等方面的史料 价值极高 我们正史里面 往往讲的是很正规的事情 那么这种 笔记小说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很多 当事人的一个实际风貌 正史里不太有的 它记下来了 我们可以随便举两个例子吧 曹操大家熟悉吗 曹操 史书里 讲曹操的形状 性格怎么样 它不太显 但事着心欲里 讲曹操讲得非常地可爱 曹操这个人个子比较小 有一次 匈奴一个死者 要来见曹操 曹操忽然觉得 匈奴人个个都很高大的 蒙古人啊 很高大 是不是啊 蒙古人也个个个高大 曹操觉得我太小了 太小了 这个不好 怎么样 又丢我们汉人的面子 那怎么办 曹操忽然想起自己的警卫队长 个子很高大 警卫队长当然要高大 古得冷兵气死的 力气大气打得过人家 曹操跟他讲 今天我们换个个儿 今天你做丞相 我做警卫员 我个子小 古人反正都不替胡子的 没关系 是不是啊 这个警卫员也可以胡子很长 曹操也有胡子 那提接见以后 曹操派的人去问问 那个凶奴死者看 今天你接近的感想怎么样 曹操向风度如何 那个凶奴死者说 曹操向风度很好 他身边的警卫员的风度更好 我估计这个警卫员叫他做丞相 他肯定说他说脑 碰到什么要经要谈的事情 肯定看看边上 问问他怎么样 看曹操的一个颜色形式 结果曹操一想不行 今天的这个假扮丞相的人 给我丢面子 他派出一批骑兵啊 在路上把这个凶奴死者杀掉了 杀掉了 事实心里讲到 南朝的男人也是肃装打败的 男人 今天我们什么防晒商啊 今天薛花锅啊 都是女同志专用的 我已经难不知 男子也打败 男子也打败 男子也擦脸擦粉 四五个男同胞在一起聚会 讲 我们怎么边上 这个人怎么男人 怎么那么白 他到底是真白还是假白 这个白是他 真的皮肤白 擦粉擦的 几个人最后商量 我们要试试他 怎么试法 用我们今天的话识 这个是我说的 当时的书里面记载 就是说去吃虎菇 那么我给他家长 可能叫他去吃麻辣虎菇 麻辣虎菇我们大家知道 说起来 吃到辣 全身大汗 就是说这个人最后是 拿自擦 这个肚子汗 最后大家发现 他越擦 擦了还是很白的 可见他本身皮肤白 我们可见 从这次记载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的风上 就是男人 人家也喜欢皮肤白的 是不是啊 皮肤好一点的 所以四所心里 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四所心里 记载了很多光弹的事情 王熙之 啊 王熙之 一个西家的人 要到王家里找一个女婿 哪个女婿呢 西家是高门大作啊 能够做西家的女婿是非常好的 那么王家的子弟各个打扮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里说 一个个化妆好 啊 帽子戴好 西装穿好 等着去挑女婿 挑了挑去 西家人也没有一个看得上眼 最后他到王家随便走走 后来发现 楼梯下披荆的地方 有一个人弄着肚子在睡觉 你也不理你们 你们挑女婿你们去吧 老子也不在乎了 最后西家说 我就喜欢这个 喜欢这个 那么多人准备了 后选人准备了准备准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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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的选伤了 是不是啊 这个我们说歪打针着啊 有时候也也也也很有意思 所以告诉大家 有些事情大家不必很放在心上 《星宇》这部书里面记载了许许多多的事情 那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比方说 管宁跟华欣两个在院中除车 地上忽然发现了一片黄金 黄金怎么办 管宁继续在除车 不管它什么黄金没黄金 华欣高兴得不得了 黄欣马上把它捡起来 后来又赶到难为情 你不爱黄金我爱黄金 这个播放把它丢掉 可见一个人动心了 一个人没动心 他们两个人曾经同坐在一起读书 坐在一起读书的时候 后来门口窗外有一个人乘着很漂亮的车子过去 管宁不管读书如故 但是华欣马上把书丢掉出去看看 哎呦什么人乘那么漂亮的车子 他们是年轻时代的人 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管宁这个人心情很淡薄 读书就读书很淡薄 而华欣这个人呢 他有许多花花肠子 他想往上爬 最后华欣呢 古人做了大官 做了大官 管宁 看到这个人出去 看人家漂亮的车子的时候 他们本人是同鞋而坐 同鞋 古人不像我们今天坐在椅子上 古人是拿一堆垫在地上的东西 叫盆在那里的书的 盆在那里的书的 管宁后来一看他出去看车子了 拿把刀子把这个鞋隔开 表示我不跟你交朋友了 不跟你交朋友了 你的自趣跟我不同 我是很淡薄的 对不对 你是很羡慕荣华富贵的 淡薄的 所以这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呢 有很多的不同 比方王熙自由的儿子叫王自由 他去临时去住那个房子住 因为我们想想这个房子 假如住了住几天的话 肯定随便住一下就行了 王自由一搬进去 王自由一搬进去 命令手下人 你给我边上全部把桌子种满 人家说你干什么啊 你这个房子住几天就走了 你住毛座干什么 坐紫 毛座 毛座象征什么 大家想想 毛座是一借一借的 象征一个人有气借 一个人有气借 借 气借 借借借 表示一个人品得好 毛座 代表一个人品得好 对吧 我们解放以前 革命自私被抓住以后 言行拷打不缺乏 最后宁口枪毙 他保持了一个革命座的气借 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 毛座的一个道理 这个王自由回答下面的人说 他说 何可一人无此君 我们不可一天没有气借 还有一句话叫 宁可神无弱 不可居无灶 所以做字是很需要的 实际上就表示一个人的气借是很重要的 其他可以不要 且我可以不要 官位可以不要 气借必须要有 所以我们今天看社会上很多人 很多人被人尊重 但是有些人尽管你地位很高 尽管你有钱 人家不尊重你 这就是这个道理 你这个人品德不行 中国人是很讲究品德的一个民族 所以这部书保存了当时社会 政治思想文学 语言等方面的史料价值很高 刘易钦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 他们依据前人类似诸数如北齐的一部书叫《语林》等书的体力编撰此书 刘易钦我的车厂 他只是倡达和主持了编撰工作 但全书的体力封个大字一字 并没有出于重视或者操字重书的痕跡 这应当归功于刘易钦主编的力量 他给写 人家编好了之后 他把文封体力给成一字 那么有些日本学者推断了 参与编这本书的还有何昌宇等人 何昌宇等人 谢灵运的好友何昌宇等人 那么刘孝彪原来是南朝青州人 宋太四五年北魏共下青州以后呢 他呢被迫迁到平城 在那里出家 后来又还说了 那么永明四年呢回到江南 曾经参与编辑佛经 那么这本书的著呢 是刘孝彪回到江南以后在金华做的 他采用为松子柱三个字的方法进行补缺和久谬的工作 刘孝彪这部书呢 这个注解啊 引用了很多的书类给四周星宇补充说明 这些书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 因此刘孝彪的注 我们今天尤其显得它的价值很高 价值很高 四周星宇这部书啊 我们各位同学在街上看到书店里的卖的话 价格也便宜 还买一部看看 买一部看看 通色已懂 看起来很有味道 大家可以了解 魏晋到东晋末年 我们一些四人的一些风貌 四周星宇 今天我们看到 城下来一共有三十六门 上卷四门 德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文学 中卷呢 有九门 方正 雅亮 实践 赏欲 品造 归真 结物 素贿 豪爽 这个四门加九门十三门呢 往往都是正面的表扬 正面的表扬 比方说 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拐宁华信 共愿重除菜 兼地有偏金 拐灰处与瓦舍无矣 化 庄 而折去子 贴头捡起来 哎呦我的朋友看都不看 我们今天的黄金很金贵啊 但是古人的大给我估计金字比今天要多一点啊多一点 当然也是金贵的东西 这个 作而折去子 又上同学的书啊 又称先面过门者 您的如故信废书出看 您 各写分作业 约此非无有焉 你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 这个呢强调了一个德行的问题 通过这样子的小故事啊 所以说在德行门里面啊德行门里面 刚才我讲了 王子游上战既人空在住 便临重庄 活问 活问就是他手下人问他 赞助何凡儿 你暂时住几天 怎么搞得那么繁琐干什么 王 王子游 消用良久 消 用 消 消 我们 魏晋时期的人啊喜欢消 什么叫消呢 我估计就早上 早上或者有时候 人呐练肺量 哗哗叫 叫 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到风景区啊 现在大家不太叫了 因为住的人太多了 你一叫就要防御人家休息 早上 我们 我原来在这大西极小区这边 到黄荣洞去散步 早上有人在山上叫 哗叫 叫 叫 这魏晋风度啊有时候也很有意思 人喜欢消 人喜欢消 还有 我上课的时候给大家讲到王灿 是不是啊 王灿 王灿什么人啊 今天妻子是吧 王灿后来死了 曹丕带人去给他送账 曹丕说 我们王室中王灿啊 王灿最喜欢的就是听女子教 他现在死了入账了 我们大家朋友们聚在一起 能不能一起学个女子教给他听听 你想想想看 曹丕是 曹丕是什么人 曹丕的儿子啊 这班人啊 武官中壤将 傅丞相 相当于我们军的副总理 他带头一群高官们站在王灿的墓前 还要学驴子教 驴子教是什么声音啊 猫 他就说 抱你教 一群大贵贵人们在那里学驴子教 你说 也蛮可爱的 可以吧 所以魏晋风度啊 有时候 你感到非常可爱 这个王在干什么呢 王自由呢 消用良久 我马上回答他 我管我自己到时候 用就念诗 一边念消一边念用 《良久》 则子作与 何可一日无此君 这次故事说在什么地方呢 人淡 人淡里面 淡 这种人淡表现了对桌子的妙赏 以及对桌子的一往情深 或者 在对桌的爱好当中寄托了一种理想的人格 我给大家讲正式文学 给大家讲过软件 软件 软件 也有事情 静文王功得胜大 做些严禁 静文王就是司马昭 司马昭 司马昭什么人 对不对 他封静王 那个说静王丞相 官很大了 他自己没有成过帝 他的儿子司马炎成帝了 静王丞相 帝位高吗 皇帝又是傀儡 他实际上是天下第一人 名义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实际上天下第一人 威严嘛 很威严 静文王功得胜大 坐席严禁 你与王者 他掌握政权的 很威严的 唯 软杰这座 积居小哥 憨放自如 软杰陪着他坐的时候 软杰一个人自己 积居 古人坐得恭恭敬敬的 这个屁股放在脚后跟上 软杰是积居 脚乱放 坐 没有凳子的 古人坐下没凳子的 我们这种习惯保存在韩国 我有没有给大家讲过 我到韩国去讲学 韩国人请我吃饭 哎呦我难受 我的肚子太大 坐不下去 坐不下去 他们后来想了个办法 请我吃饭的时候 总是找一家饭店 一个脚可以放下去 一个槽 一个那个桌子 这个一大槽脚可以放下去 我估计韩国人 专门为中国人准备的 中国人大肚子多 这样做的人 我稍微舒服一点 盘在那里做 做那个烤肉 韩国菜蛮好吃的 我们中国的韩国菜 不如我到韩国菜好吃 我有次去 我太太说喜欢吃烤肉 她专门开了很多路 很多路去吃烤肉 还蛮好吃的 中国人烤不出来 他这个很有特味 韩国的泡菜 你到韩国去 每家每户 前门后门都是泡菜 所以韩国的泡菜是很多的 你要吃泡菜尽管吃 韩国人鸡居 我就知道了 他这样子软鸡大鱼 坐得不舒服 他脚像奔鸡一样的 我们奔鸡的座人就两个腿张开这样坐在哪里 一般要腿缩起来 人端端正坐在哪里 这个叫弓箭 鸡居 就两个腿朝前擦 这个叫鸡居 削歌 这这这这 晋文王这座的时候 多少言说 大家都竭尽无声的时候 他照样自己削歌 大声的歌唱 憨放自揉 这个也就是一种未经风度 简傲 这说在哪里呢 简傲 软鸡这个人显示他一张高傲 这个简傲正是软鸡的可爱之处 软鸡这个人不得罪人 他从来不讲人家坏话 对司马昭他也比较恭敬 司马昭因此从来没杀他 总是一个名流吧 总之呢 我们说这部书啊 编撰者呢 大量采接 编入那些饶欲兴趣的 可知弹注的 一文一诗 退度是比较客观宽容的